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最近这个评论区实在非常非常的精彩 有朋友在下面跟我们留言说 妈呀这评论区都炸锅了 看完之后真是令人失望 有非常多那个令人失望 而且是非常不理智 甚至不是基督徒可以留出的留言 这些我们今天不占太多篇幅来跟大家讨论 我们主要是讨论一些可以讨论的问题 我觉得这些是回答一些问题是比较有意义一些 好那我们来从第一个留言开始 有位朋友呢 在这个自由之声的那个影片下面留言 自由之声就是son of freedom 就是那个关于说小孩被绑架 然后基督徒去救人的这样一个故事 那么在这个影片下面呢 有个朋友留言说 说这个上帝对男人的设计不良 是世界的灾难 因为这世界大部分的黑暗是男人造成的 女人和孩子总是灾难下的牺牲品 天灾没有人祸 带来令人发觉且触目惊心的迫害 我觉得这是很女权主义的一般的说法 就是说什么男人都是造成战争 然后呢杀人啊抢劫啊犯罪啊 关在监狱里面大部分都是男生 贩毒的也都是男生各方面的东西 所以说男人就是不好的设计 对我们可以从他这个话里面 我觉得带出来信息非常多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讨论 你刚才讲到女权 其实我读法律的时候我也觉得说 这就是女权主义啊 会讲出来的话 那第一个他讲说 上帝对男人的设计不良 是世界的灾难 这个要非常明确的声明 就是世界的灾难不是男人 世界的灾难是罪 而且是人被罪支配 这是世界的灾难 这个世界灾难并不是从男人来的 然后呢这里讲到说 上帝对男人设计不良 上帝没有对男人设计不良 这个是必须要声明的一点 其实你现在看到 世界上很多的问题 包括社会上很多的问题 很多人把这个罪 怪到上帝的身上 就是哎呀这世界上这么多灾难 上帝你为什么不管一管啊 你为什么允许这么多灾难发生啊 在这个抱怨的时候 我们可以问一下就人为什么要犯罪呢 人为什么要作恶呢 就是上帝给你创造一个这么美好的地球 对不对 我这两天很有感触 为什么因为天慢慢变凉了嘛 从夏天慢慢变到秋天 你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哎 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四季的变化 为什么 如果我是上帝的话 我大概不会想到啊 我不会想到说哎 还会给他们四季的变化 我想说你就一直出暖花开不就好了 你让这帮人去他爱种什么就种什么 哎吃什么吃什么羊年储物玩一玩 大概也就这个样子 但是神太精心的设计 你想一年有四个季节 每个季节穿不同衣服 吃不同的东西 然后有不同的感觉 这是生活一种非常棒的乐趣 所以上帝给我们的设计是非常完美的 他想到我们根本都没有想到东西 包括家庭 很多人没有孩子之前 没办法理解说对孩子那种感情 包括像我现在一样 我只能看到就是像你们 这种有孩子的人 非常爱孩子啊 怎么怎么样 父母的那种感情 我也可以从我妈身上看到对我那种感情 但我自己没孩子 我就很难理解 那很多我的朋友嘛 有了孩子以后也说 说小孩真是上帝给的礼物 就是说你有了孩子之后 你能体会到一部分 一小部分上帝对我们的爱 所以上帝对我们的心意 对整个不管是家庭结构社会 包括我们生活环境 设计都是最完美的 没有任何的缺陷 包括你收看节目的你 我都有非常非常完美 我们都是上帝最棒的设计还有创造 那世界上的罪 或者是人非得要犯罪 你这个事就怪不到上帝 上帝说你不要犯罪 人说不啊 我就要犯罪啊 上帝说我给你这么美好的世界 你就跟我在一起吗 你好好享受嘛 人说不要啊 外面的世界好像更美好 我要去探索一下 所以就掉入犯罪的深渊 那人非要选择犯罪的道路 为什么要去怪上帝呢 为什么反而不反省自己说 为什么神给我们这么好的环境 给我们这样的救恩 我们都不抓紧时间去珍惜 我觉得这个是要自我检讨的事情吧 而不是把什么事都怪给神 而且先犯罪的是女人 根据圣经来讲的话 还赖别人 对 从川就看嘛 那个夏娃被引诱了之后 他先吃果子嘛 吃完果子之后 然后他告诉他老公啊 你说我吃了你也吃吧 这果子挺好的 包括我们 因为他是在那个电影下面留言吧 就说这个自由之声 台湾的朋友这块就别停了 有剧透 但是你如果要是看过这个电影 你就知道 在里面引诱人犯罪的是女人 这个是真实故事改编的 是一个模特 对吧 他去招这些小孩子 就说 我让你们都去当儿童模特 你们跟我一起走 我们去参加这种选角 给你拍照 给你干嘛 其实拍的照片是什么 就是供那些富豪选择嘛 富豪说有恋童癖 我看了照片之后 我选我要哪个小孩 我要买哪个小孩 等等等等 所以 出去做这个事情的 是一个女人 如果没有他去签这个线 小孩怎么会被骗来呢 所以你不能在这里讲说 上帝是对男人的设计不良 你能看到 这是罪的隐诱了 这个女人也是被罪隐诱 所以他去把小孩带过来 然后男人也是被罪隐诱 所以他要去拿这些小孩 做那么可耻的 而且是卑鄙下流 非常可恶的事情 所以他们都是 陷在罪里面的人 这跟上帝的设计没有关系 而且上帝不会存在设计不良的这种事情 而且上帝照人的时候 就说这是好的 这是非常好的 啥都好 对 但是他说的没有错 的确男人犯罪率比较高 有战争各方面都是男人 我们要知道就是 很多这些犯罪还有这些战争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这些男人是没有目标的 我们的世界不给男人任何机会当男人 我们的学校 很多老师还有教育家的想法是跟你一样的 都是男人的错 所以我们只要把男人变得跟女人一样就好了 只要男人上课的时候乖乖坐在那个地方 然后不要问什么问题 凡事都顺补 一切都听老师的 这样就好了 男人我们不要玩什么枪 不要玩泡 我们只要把男人女性化之后 男人就会变得跟女人一样好了 这导致出来了一堆懦弱的男人 没有男人有勇气去为了女人而征战 没有男人有勇气为了正义而征战 就连当牧师的男人敢挑战现在的status ball 我们现在很多男人是在这个样子的情况下 生长然后长大的 男人是一个天生想要得到别人眼光的生物 他们会想要就是他们会怎么做 那我把自己变成女人 这样就表示我很勇敢 你看各式各样的东西 男人都想要证明自己很勇敢 很突出 然后有价值 这些是男人的价值 当我们把这些价值全部抹去了之后 男人不需要保护任何东西 男人的工作的话 工作狂 男人这样的话是大男人主义 这个样子的男人就是会生病 所以某层面上 你男人现在有一堆病 然后有一堆乱七八糟这些事情发生 你绝对不可能怪神 而是要怪有你这样子想法的人 你就是问题之一 我必须说真的 而且如果要是想要改变这个问题的话 你就是要从家庭的教育做起 如果要说你看世界上的人 对吧 没有办法好好在家里面交到一个男孩 我觉得这也算是正常 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很多爸爸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我必须这样讲 不光是爸爸妈妈也有很多糟糕 就是很多家长真的是非常非常糟糕 但是当我们看到有很多 受洗了的基督徒 包括是已经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 一个大姐 儿子刚上大学吧这样子 那大姐人很好啊 在教会里跑来跑去 那个很贵心 怎么样啊年轻人 怎么都很好 那你跟他聊一聊天 慢慢熟了之后 我就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 就是大姐跟我说什么 他已经受洗很多年了 这大姐跟我说说 我儿子马上就要上大学了 他说男孩就得去玩一玩女生嘛 上大学了就多睡几个女孩 反正不用结婚 男孩又不吃亏 到时候再说 这是基督徒讲话的话 那我相信呢 他代表的不是个别基督徒 很多我们的心思意念 没有跟神对齐的 很多还是在世界里 我们受到的这些东西 五六十岁 四五十岁的人的身上 这跟年龄没什么关系了 都根深低估在他们脑子里面 你说这样的人 他能教出好男人来吗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 是不是这孩子不好 就是家庭破碎啊 对吧 比如说要是单亲啊 或者是父母关系不好 人两口的关系挺好的 但是你父母的这种观念 你觉得你会带给孩子什么样 这孩子觉得我得到permission了 我妈都这么说了 我可以去随便睡女生 我不需要负责任的 我跟这个人睡觉 我不需要跟他结婚的 这是他自己妈妈告诉他的 所以你期待 如果是这样的家庭 你期待养出来的孩子 会是什么样 你期待这个孩子 会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吗 而且更可怕 这是基督徒的家庭了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是价值观 教育 这些东西产生的造成的结果 那你说像女人跟孩子 总是灾难下的牺牲品 从某种程度上没错 但是女人要变得很聪明 如果你发现一个人 他就是有家暴的倾向 你为什么还要跟他 继续在一起 如果在谈恋的时候 你就发现这个人 他就情绪不稳定 隔三叉虎摔个玻璃杯子 还拿着那玻璃茶子要捅你 你说这样的人 你还能跟他结婚吗 就不会啊 对不对 所以很多的时候 如果一个家里没有男人 那女人就要承担很多的责任 然后就要变得很刚强 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 没有办法在家教育嘛 大家都知道说 现在公立学很危险 那我要在家教育 说实话 老公不支持你 怎么在家教育 你跟老公说 老公啊 现在公立学很危险的 我可不可以在家教育嘛 你的工资也可以承受 我可不可以在家里带孩子 老公说 你脑袋疯了 你进水了 你是不是让啥洗脑了 咱家这钱够花吗 你赶紧给我出去挣咱家 人家不支持你 人家不同意 你说实话 你这个在家教育怎么做 也是没法做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要从教育的角度去出发 真的要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来 你不带到神面前来 这个思想应该没有办法改变的 你人嘴皮子跟他说破了 他也不会改变 他今天跟你说 好好好 明天说行行行 你过十年二十年 他这人还是这个样子 甚至会更加的走 对吧 所以唯一能解决的问题 就是上帝 所以上帝不是造成一切灾难的源头 上帝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 让我们来看下一个留言 这个朋友呢 是在哪一集节目下面 留的言呢 是我们跟林医生 Ethan跟林医生 那一集节目我没上 把你推出去 那个当炮灰 有点委屈了 那个那一集节目呢 是Ethan跟林医生 讨论 川普跟Ron DeSantis 那这个朋友留言呢 说我曾经把爱报导推荐给我的朋友 跟他们说 这两个主持人很年轻 而且很爱美国 爱主三观正 这期我是很失望的 我们在那一集节目下面 这个有留言算是非常好的留言了 已经算是 真的耶 对 你看我们好像 还有骂你娘炮 对骂我娘炮 然后呢 什么 还骂林医生娘炮 对 然后说什么 我们两个就是智障 然后白痴 然后林医生怎样 就是乱七八糟这样的东西 就是人生攻击 都是人生攻击 对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然后你如果自称是基督徒的话 shame on you 真的是 我真的是为你感到蒙羞 太不要脸了 我在里面 我必须说 让我醉不爽 就是在威胁我们的 哦 就说什么 你看了之后 不要再请这样子的人上来 你不要再请林医生 对 不然的话我就不看你节目了 或者是说什么 哦 我要退订啊 然后什么什么 Do it We don't care 我说真的 我们的事工 开始到现在 我们没有跟YouTube拿了一毛钱 然后支持我们的人 都是支持圣经的价值观 超过于我们的政治倾向的一个人 没有人会为了政治而支持我们 说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川普 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好 川普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完美 德上帝是也没有林医生 我想象的这么完美 我必须说 没有人是这样的 林医生把所有的功劳 然后美国保守派 全部堆在the sentence上面 我完全反对的 然后有些人说什么 哦我怎么都不敢讲话 我在里面我访问他 我请他来回答问题 我说的话比他多 这样子还叫做我访问他 那我自己做一集就好了 没有我觉得该说的都说了 不然还要讲什么 我觉得很多人是要 就是你看这个刘元区 你能看出来 其实素质是非常非常差 我真的必须要这样讲 就是很多自称基督族 就是你这样的话 就先不要叫自己基督族 你大概先 因为你这样并不是很荣耀神 你让没清楚的人看起来 会觉得基督族非常可怕 因为我以前很长时间没清楚 就是因为看到这样的基督族 所以我是非常讨厌基督族 对所以真的是神怜悯我 所以到最后才能让我真正的 开始信主 我们看到很多人 在评论区里面是非常不理性的 甚至说出很多很多 非常糟糕的话来 那对于这一集节目呢 我觉得很好 为什么很好 因为他们两个 就是两个人 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就是这样而已 林医生说出他的想法 他说出他的想法 到最后的结局就是不同意 但是依旧尊重 这个就是宪法第一凶政案的 就是这不是有句话吗 说我誓死 虽然你说话我不成意 但是我誓死 还为你说话的权利嘛 那我们有这样一个平台 可以邀请林医生 虽然跟我们意见不一样 但是你也看到林医生 是个很有礼貌的人 而且他做了很多的research 很多我们评论区下面的观众 只知道在那里嘛 你说实话 你的研究还真没有人家多 我觉得你什么是一个比较好的交流 就是在下面评论区的 就是你认为林医生哪里说的不对 你可以说在视频的几点几分 林医生说的这个数据是错的 我找到的数据在这里 我认为这个这个是对的 然后你要说 就是你骂什么 李医生娘娘腔 你骂他娘腔 这有真的有帮助吗 你没有讲到任何的东西 我想要看到的是 我不同意你 但是我是有理有据的去反驳你 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Run DeSantis 不应该去选拥候 或者是为什么 Run DeSantis 没有川普更适合 请你列出一二三四五六条来 你拿出你的证据 你拿出你的想法来这样交流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 评论区根本就没有飙那么激动 因为说实话 共和党这边 就是川普会出现 就是这样而已 Run DeSantis 在川普面前可以说没有胜率 是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就是这个世界上 他就是会有人支持 Run DeSantis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Nikki Haley也会有人去支持 那他们当然有权利去表达他们的想法 Chris Christie都有人支持 对啊 Mike Pence到现在都还有人支持 对啊 所以就是会有人去支持这些人 so你要把这些跟你想法不一样 或者是跟你政治理念 或者是跟你理解不一样的人 要把他们怎么样 I don't know 我觉得在评论区看起来都说 要把人定十字架的感觉 对啊 然后动不动就是什么 叛徒 背叛 这种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林医师在节目上里面说的一个 非常重要 他说 你就像什么犹大这个样子 然后只有犹大才可以当犹大 对 你不是犹大 你如果说 你说我是犹大的话 就代表那个人是耶稣了 没有人可以这样子比喻耶稣 这是blasphemy 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上次听一个牧师在那边讲 就说 我这小孩常常说 I hate this 然后 那个牧师就说 You hate it? Hate 仇恨 恨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字 只有你对某些东西才是恨恶的 你不能说什么 我恨恶西兰花 我恨恶花野菜 各方面的东西 你只是说 我不喜欢这样就好了 Chay on 说的 对 你不要把你的情绪夸张到一个 不得了的地步 对 就是不喜欢跟恨 其实中间有很大很大的差距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一期节目让你失望 那你就失望吧 我不知道你在失望什么 有两个不一样的人 然后讲出不一样的话 不一样的观点 两边我觉得说的都是事实 我也把那个 他说的就是2022年的这个大选 这个结果 不应该拿来当现在的民调 这样的东西讲出来 然后他也说出来说 为什么2022他会有 那个大选会有这样子的结果 我觉得两边的切磋是健康的 而且是彼此尊重的 我想问问各位 你们什么时候去过左派的这个平台 在那边骂人过 你为什么在保守派这个地方骂人 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互相攻击 我告诉各位 各位观众 这些人 他们很有可能是共产党 他们很有可能是FBI 他们很有可能就是要拟乱的 他们就是不要让保守派 可以在美国里面可以凝聚力量 他们就是要制造仇恨 这些人 这些小粉红 就是希望看到美国乱 很多人来看我们的频道 他是希望 他是每次看到说 你看美国烂成这个样子 我可以去跟我 那个什么 在中国那些讲说 你看美国烂成这样 我们中国一定强啊 美国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 你看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现在美国你看乱成这个样子 但是美国是最有道德的国家 我必须说实话 很多台湾的人在那边讲说 你看美国乱这样 还好台湾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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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的教育 已经比这个夸张到一千倍一万倍 我记得还有个观众留言说 美国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加拿大还是澳洲 已经不远了 澳洲已经这个样子了 澳洲跟加拿大 持枪令已经完全禁止了 已经把这个GUN BUY BACK 全部都拿走了 很多地方是没有任何权利的 只有美国 现在是全世界唯一的国家 可以FIGHT BACK的 我们可以阻止这个样子的政府 你们很多是没有任何权利 没有任何能力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你说到一点是很重点 其实从2020的大选 大家可以看出来 其实有很多人在伪装成保守派 伪装成基督徒 在基督徒的群体里面 他们去订阅很多的保守派的频道 中文啊 就是我单讲中文的这一个圈里面 他们去订阅很多保守派的频道 然后他们在很多保守派的 Telegram的群组里面去发很多虚假的信息 包括像吸星小宝 我们之前在里面讲过 吸星小宝发新闻很及时等等的 没有错 但是you don't know他是谁 你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渠道可以调查到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 而且像这种人来 我吸星小宝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 包括我相信这一次我们评论区里面 也出现这样的人一定是共产党给钱了 不用真的不用想太多 一定是共产党给钱的这些人 那他们要的是什么 就是FBI 反正不是收这边钱就是收那边钱 他们要做的其实就是分裂保守派 对吧因为你看这些人 他们对左派做的所有的事情 他们基本上无动无动 他们大概就是嘴上说一说 就像我们之前说你要去衡量一个标准 就是谁才真正是你的盟友 就是这些人他是团结保守派的 他是忠于圣灵的价值观的 而且他是恨不左派的那些行为的 而且他是真的要你说你要去行动 你真的要去做些什么 你不是只是每天刷手机说 我要川普我要川普 我看见Randy Santa的人 你就开始去骂 你就开始去那个用那种仇恨沿路去攻击别人 等等等等 其实不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2023年 离2024还有一年的时间 在未来这一年里面 我们会看到很多突然冒出来的自媒体 突然冒出来的群组 突然冒出来的Telegram 突然在各个评论区冒出来这种带红像的人 这种人是仇敌放在我们的阵营里面 要让我们乱阵脚 然后去来分裂我们的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如果碰到这样的人 真的不必跟他们辩解了 因为我们真的要非常清楚 就是我们的敌人到底是谁 而且我们真正要知道 我们能够翻转美国 或者是你真的能够在末后的时候 要进到你基督徒的义务 你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你必须要出去 你必须要去 你不要在网上刷一刷 说我支持川普 我讨厌Rundi Sanchez 一点帮助都不会有 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发这些 你在你的local里面参加的东西有多少 你有帮助哪一个选举团队吗 你有帮助谁去乱校董会吗 等等等等 不管官职大 官职小 或者你自己有想法要去乱 所有的一切你能帮助的 请你不遗余力的 然后用你自己身体力行的方式去做 你要去帮助他们 竞小团队里面 不管是要做任何的活动 你要帮这些爱主的这些基督徒联系doner 如果你认识有钱的朋友的话 请让他们给他们捐款 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做非常非常多 不需要在网上跟所有的人这样废话 那你这样的话真的会让人觉得说 你是收了钱来故意的做这些事情的 我们为什么不怕 就是你们不怕 很多人在那边威胁说什么 我不看你的影片啊 我不订阅你们啊 我不这样 真的没关系啊 对 It's ok 我们每一集希望做到的是什么 就是你关掉YouTube 然后出去外面做点事 每一集都希望 希望你关掉YouTube 然后去外面变刚强 希望你关掉YouTube 然后呢 亲自的夺回你孩子的教育权 希望你关掉YouTube 然后亲自的去花时间在你孩子身上 任何一个自媒体告诉你说 没关系 川普回来之后就会拯救一切 只要川普回来之后就会变好了 世界就和平了 你看世界不是和平四年的吗 川普最多当四年而已 四年之后 如果你不改变的话 如果你的家庭不改变的话 如果你社区不改变的话 就会有再一个纠班人出来 这更可怕 Gavin Newsom上去 Kamala Harris上去 Nancy Pelosi上去 AOC上去 这个是你要的吗 你要的话 那你就继续在这边闹 如果说这不是你要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关掉YouTube 然后去外面去做什么事情 然后亲自的守护你家庭 你的家庭需要你刚强起来 不是靠川普 川普对你的家庭没责任 他家很刚强 大家最喜欢说他什么 他不会被左右 他很有钱 他怎样 你要变成这个样子 现在你会被左右 你会被一群人说 哎呀我怎么办 我的人生不行 哎呀经济怎么办 油价这么贵 你只会一天到晚在那边考虑 然后你以为川普会救你 川普救不了你 而且川普救你 救你也不是川普的责任 然后不要再把一天到晚说什么 川普是神的仆人 然后各方面 圣经上面也说 尼布甲尼萨是神的仆人 神有很多不一样的仆人 有的时候做他的bating 有的时候做他的反的bating 但是也是朝他的意去走 你不要当那个样子的人 我们需要变得刚强 我们需要亲自的自己去读圣经 我们worship的不是川普 我们worship的是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自己负责 为我们的社区负责 为我们的孩子负责 不是只是在youtube上面讲说 我对AI news很失望 我必须说老实话 我对你很失望 还有一点就是要非常清楚知道 川普当了总统 并不能解决任何一切的事情 你现在看到这些很败坏的 公立学校的教育 还会继续存在 川普当总统 他会继续存在 而且还会越来越坏 这跟川普当不当总统 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这是你local的事 这个是你要去解决的问题 你说川普大概能帮你解决 一个油价吧 他如果把那个keystone pipeline 重新开起来的话 但是真正影响到你的家庭 你的孩子的这个教育 或者所有的一切 是你要去做的事情 而不是川普能去帮你做的事情 你千万不要渴望说 川普当了总统之后 会有多么大的翻转 左派的这些人 所有的这些老师 已经被培训出来了 已经被教育出来了 他们已经渗透在 各个的细致末节里面 而且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 自主的自治权利 所以你不要渴望说 联邦有多大的权利 能管到你们家门口来 不会 川普当了总统 洛杉矶犯罪律 抢劫律 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照样会有一堆 亚洲的老头老太太 在街上被黑人打 川普能做什么吗 川普不能做什么 这个是你可以去做什么 你如果看到你的DA 没有在做什么 是recall他们 对不对 你要去参加这样的团队 在下一次选举的时候 不要再让那样的人上去 你要清你自己的力量 你要去办一票 你要跟大家讲说 这个人他都做了什么 不要再选他 我们要选一个 真的是信靠神的 这样的一个 有圣经价值观 让这样的人上去 这个是你可以做的 这不是川普可以做的事情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那时候Portland 大暴动 Antifa上街 Black Lives Matter上街 Oakland也是这个样子 然后一堆homeless 然后Black Lives Matter Antifa 这样子到处在外面打砸墙的时候 川普是连National Guard都叫不出去的 川普只能说什么 OK 我把我的National Guard 放在法院前面 保护法院 因为这是联邦的财产 那条街上面 烧杀五月这个样子 然后Nike的鞋全部被偷走 川普是没有资格去管的 这样的东西了 他没有办法授权 因为那不属于联邦的地方 所以说你不要期待 川普会来拯救你的社区 你的社区现在很烂吗 川普上去了之后还会一样烂 除非你自己去改变 好 来下一个留言 这个朋友说 非常好的一期各书己见 听的人也了解了很多信息 相互尊重是基础 信仰一致是合作的动力 大家齐心让美国重新归正 成为神所喜悦和祝福的国家 我真的非常感谢这样的留言 你真的很多时候你看下面的评论区 有个朋友就在那留言说 说真的这一集呢 是试验大家属灵方面的 这样的一集节目 那其实在这个节目播出之前 你说实话 你说我们知不知道 会有这样的backlife 我们知道啊 我们当然知道啊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有一些观众是什么样 我们真的太知道了 做了这几年自媒体 我们真的知道 我们也知道说这一集节目 请了李医生播出来的效果会是怎么样 我们都知道 但是为什么还要请他 一个是呢 这个这个是我方面啊 就那当然跟你的那个不一样 我就是想要看播出来之后的效果怎么样 我想要看在我们过去这三年里面 我们有没有真的从我们的这个信息啊 来帮助大家建造一些起来 那或许是有 但是我们这一次看到 或许有些人没有 不过这个这个也没关系了 但是我这个是我想要看的了 就是我本来就是想要看这个 我想要看现在我们的留言区 会出现的情况是怎么样 但是我看到这样的留言 我是非常欣慰的 因为他看到了他说对啊 各出几件 每个人说出自己想要说的话 那听的人也了解很多信息 的确是啊 我听李医生讲 我也觉得我了解到很多信息啊 那当然大家不管是听Eton讲 听李医生讲 你听我们所有的信息 大家都要去自己查验 你要自己去看说 这些信息他们说的是不是对的 他们用的民调是不是真的 他们用的什么什么 你都要自己去查验 不要说别人说了之后 你就完全相信 这样是非常不好的 那他就在这里讲到说 相互尊重是基础嘛 李医生也不是十恶不十恶的坏人啊 李医生又不是拜登 李医生又不是纽森 李医生又不是在那个堕胎诊所门口 就跟人抗议说杀小孩杀小孩的那个人 李医生你看完他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呗 而且他的确是基督徒啊 而且他有在教会里面有服侍有讲道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呐 所以相互尊重的确是基础 而且信仰一致是合作的动力 你说实话 我们很难跟穆斯林信仰的人去合作 除非在某一些东西上面我们都同意 比如说你不要交给小孩那些东西 但是除了那种之外你在基督徒的生活 跟穆斯林生活 你这个信仰上面没有办法达到一致 所以你我都不愿意跟那样的合作 因为你没有办法在不同的基础上面 你信仰不同的东西 你没有办法跟他完全的合作 所以在这里讲到说信仰一致是合作的动力 的确是这样的 你或许觉得有一些基督徒很好 你或许觉得有一些基督徒很烂 这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在神的眼里 神看我们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能够在一起信仰一致合作 就是因为有神的话在我们中间的 你看一个大陆人一个台湾人 你说大陆人都把台湾人骂成啥样了 对不对 你说这娘娘腔大陆人一直在讲 但是你说为什么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我们不会在意说你的国籍是什么 是因为我们信仰一致 对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达到的结局是什么 大家都希望美国大乱吗 不希望大家都希望美国能在末后的时候 成为神给我们的割山地 对吧我们都希望说神的保护在这一块地上面 那这个朋友讲到说大家 他讲到说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想让美国快点完蛋 那你就去吵架了对吧 你就不要合作嘛 但他在这里讲到说大家齐心让美国重新归正 成为神所喜悦和祝福的国家 每一块生活在这个土地上 你都不用说每一块 日本一堆人在那里游行 对吧说要川普当总统等等等等 为什么我看完我都纳闷 我说日本人管川普当不当总统 他怎么不担心他们国家的选举 他为什么管到美国的选举 为什么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在关心美国未来的走向到底是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完全世界都完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要达到的是这样一个目的 就是让美国重新归正 能够成为神所喜悦还有祝福 以及神的保护所在的国家 这样你好我好大家好 所以就是看目的是什么 你要为了这样一个目的 让神的国真的降临在这里 你就不惜一切去做你要做的事情 不管你说你是爱国也好 你是爱神也好 你就去做神护照你去做的事情 而且互相尊重是基础 这个是每个人都要了解的 对我们太多的基督徒互互相尊重 是因为某个牧师告诉你们 或者是某些方面我不同意那个人 对对对对对 反正我们要知道的就是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不知道 你说这一年内 川普有没有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不知道 Decentes有没有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能用现在这个大纲来去预测说 大概会怎么样 那我跟林医师的这个访问 对我来讲 因为他讲的东西我其实已经知道了 然后我也是这个样子觉得 那他讲的这个很多观点 如果说各位想要去探讨的话 那你可以在下面探讨 但是你没有必要要骂人 你对人人身攻击的时候 你在那个地方 你在那边讲说林医师是个什么烂人 不是基督徒 各方面人啊 那个敌基督 这样的东西不是我们要的 林医师是什么样的人 林医师是在疫情的时候 政府在说给医维郡素的这些医生 全部都要隔离 然后全部都要撤职 然后吊销医生指照的时候 林医生自己去把开药给这些病人 他是想要帮助人的 他敢把他自己的名字摆出来 然后还被写在报纸上 写得这么难听 说他是个immoral doctor的时候 然后他敢面对这样的政府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 你只敢在AI News下面在那边骂人 然后说别人没有勇气 然后呢 什么被小得子收买 What the heck is wrong with you? 你是对这个样子的人这样说话 不是所有的人一定要同意你 你也不需要同意任何其他的人 你可以讲你的观点 他可以讲你他的观点 你没有必要要辱骂他 林医生在下面回应的东西 也没有辱骂任何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 我为什么会请林医生上来上节目 就是因为我知道他不是 我一天到这边狗咬狗乱骂人的人 然后呢 他写了一封email给我们 跟我们说 哎呀你现在变成一个川普的fan club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你这样的指控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不是川普的fan club 川普做错事情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都有说出来 你这样的指控对我们来讲 我觉得我想要访问你 你为什么这样子说我们 然后他马上就说 好对不起 那我现在来上你的节目 来跟你把这个东西讲清楚 他为什么知识 然后我为什么 他马上发现自己错误的地方 马上过来跟我们说道歉 然后马上上我们节目 然后讲得很清楚 所以他有勇气去做这样的东西 你有勇气来上我们节目吗 你要来上 我还不一定愿意 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上线 你这样讲的话 没人会听 没人会懂 只是你讲你自己爽而已 你要爽的话 你自己开一个YouTube频道 自己在那边噼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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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点阅率会很高 你可以变得跟猪妹一样 可以变得跟低级黑小梅一样 可以变得跟 你只要从头到尾你死劲捧川普 你一定红了我跟你讲 川普做错了 你也出来都不要说 对不对 川普在堡胎上面 磨零两可 或者是在退缩 你不要讲 你就讲说川普太好了 你就从头到尾讲川普太好了 然后到处发那个节目 对吧 这样 你就会红了 我就跟你这么讲 你一定会红了 对 有没有的人看我们节目 是因为我们支持川普 的确有 为什么 因为我们支持川普 对 但是支持川普 并不代表他做什么都是正确的 对 他错的东西 我们要讲出来 我们可以在很多的这个新闻节目上面看到 川普是跟左派妥协的 他是说 Desenters签那个心跳法案 太不OK了 是Terrible Mistake 他就是在说我们 反对堕胎的人做的事情是 Terrible Mistake 这个东西不可以存在 这个东西 川普是说的是错的 但是 为什么 我 之后这个节目上会讲 不过 川普做错事情 我们就是要说出来 去跟大卫做错事情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跟拿丹一样 要把他做的错事指出来 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 而不是完全服从 觉得就是什么 川普就没有新美国之类的东西 这不是我们要的社会 我们要的不是一言堂 所以说 请各位 尊重林医师 也尊重我们 然后最主要是 尊重你自己 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 fan club的一部分 那如果 你真的是川普的支持者 你也要清楚 他的弱点在哪里 他的缺点在哪里 你如果要是不提醒他 你不让他知道的话 你是在害他 如果神真的给他这么大一个位分的话 他都不知道他做错什么 他不知道他在哪里 智囊团也没有提醒他 什么他也不知道的话 他以后见主面的时候 我跟你讲 他要对他 因为神给他的职分太大 他要对他所做错那些 他是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所以你的义务是 你要为他祷告 你要为他守望 如果你真的是支持川普 而不是在那里 只是用嘴巴讲一讲的话 你要帮助他 你要从各种方面去帮助他 而不是在那里说 川普就是好 就是棒 所有一切都是最好的 他不可能有错的时候 那是毛泽东 那是习近平 如果你要是追求 这样的一个领导人 一个这么完美的领导人 请去北朝鲜 金正恩大概就是 全世界最完美的一个领导人 不可能有错误 没有东西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 今天这一集看看留言吧 真的是看完最近的留言 有很多这个感想了 然后也看到很多 我们不足的地方 需要改正的地方 那当然这个改正的地方 每个人都有 一定会有 而且我们人活着就是不完美的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要向着完美的神的方向去前进 我们看到耶稣的样式 我们就知道神渴望我们的样式是什么 所以在人生很漫长的旅途中 碰到问题就认罪悔改 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 这才是让你自己成长的方式 我觉得林医生是非常有勇气的人 而且他真的是不顾自己的面子了 说实话 你说我们在他面前真的就像小孩子一样 他是我们长位了 但是他在这里跟我们讲说 对不起他跟我们道歉 你嘴巴里面能跟比你年轻那么多的人 讲出道歉 讲说对不起 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我相信很多人 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跨越这个 包括我自己 我也没有办法 我是非常难以道歉的人 但是我看到林医生这一点 我觉得他是很有勇气 而且你知道 他是在一直向着神不断悔改 而且圣灵提醒他的时候 他马上就顺服的人 所以不要再去讲一个 你根本就不认识的人 说他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主 如果通过这一点来看的话 我相信他是在仅仅正随神的角度 所以当然 很多人的想法不一样 观念不一样 得出的结论不一样 非常正常 全世界的人 你找你爸爸 你妈妈 你们看事情的方式都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提量 而且我们要抓住我们的共同点 就是我们的信仰根基 来一起合作的时候 而不是彼此分开 拆散的时候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 今天的节目 你有没有看那集节目的留言区 是不是真的很夸张 你有任何的想法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你有任何的问题 都欢迎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可以来解答你的问题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佛丽莎 我是逸臣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